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关注在报道者网站的Hello World国际周报 我们会有最完整的国际新闻分析 不同观点 清楚脉络的深度报道 大家好久不见了 距离上一集尽管世界烂透了 其实中间间隔了蛮长一段时间的 那不是说世界好像突然不烂了 没有啦 我相信大家体感应该感受不到这种正向的错觉 那实际上是因为有被国家征召了 那回去较召重返国情的队伍 小小小的训练了一下 所以更新工作的节奏才拖得稍微畅了一些 那其实在过去几个礼拜 国际新闻其实进度还是蛮多的 比如说像在光导G7啊 那或者是就是在乌克兰的反攻战役啊 世界的脉动还是在不断继续 但这一集的尽管世界烂透 想跟大家讨论一个 其实在过去10年甚至15年 影响世界蛮多 那甚至对于就是长期关注国际新闻的人 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区域转折 那就是叙利亚内战 那叙利亚内战从2011年的3月开始 那其实是阿拉伯之村之中 在整个中东或阿拉伯世界爆发最严重的一个 血清镇压以及这长期的内战冲突 在这场战争之中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叙利亚的独裁的巴夏尔阿萨德 阿萨德总统 他其实在整个叙利亚内战之中 一度就是摇摇欲坠 可是在整个12年的冲突里面 直到目前他还是牢牢掌握着叙利亚政权 那这场内战从2011年3月开始 直到今天其实还没有正式的结束 整个国家目前分裂成三块 那包括就是说以南部大马斯克为主 那是由叙利亚政府军所控制 在叙利亚的西北部 临近土耳其边境 那是叙利亚反抗军最后一个据点 伊德利不省 然后以及在叙利亚的北部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与ISIS的战争之中 曾经非常飘悍 叙利亚的库德组的部队 那其实还在叙利亚的北部 大概三个势力 那现在目前是属于长期的僵持 那这场战争在过去12年 其实算是说国际新闻里面一个非常漫长 然后沉冲 甚至说长期影响整个区域局势的一个重要议题 但是因为战争拖得太久 那以及就是说过去几年 比如说COVID-19 那或者是说从去年开始的俄国入侵乌克兰 新的冲突其实让大家对于这个持续 但还没有结束的这些旧的问题 大家好像有一点缺少关注 但是在今年的五月初 阿拉伯国家联盟 就是阿拉伯世界各国组成的一个区域性组织 正式宣布要在魁违12年之后 恢复阿萨德政府代表叙利亚 在阿拉伯联盟里面的成员国代表地位 那在五月初的声明之后 五月十九号在沙烏地阿拉伯的港都 蛮重要一个城市吉达 也就召开了第三十二届的阿拉伯联盟元首高峰会 那跟G7状况一样 就是阿拉伯各国的成员国领袖 总统可能国王等都会到沙烏地开会 其中呢大会就特别邀请了 被停权长达12年的阿萨德总统 亲自从叙利亚飞往沙烏地 那一下飞机就被大家热烈欢迎 包括那吉达市区里面就升起了叙利亚的国旗 那在五月十九号的会场里面 现在沙烏地的实际统治者 也就是沙烏地的王储 穆罕默德王子 我们通常都称他叫MBS 名字缩写 穆罕默德变骂曼 他也是热烈欢迎他 然后两人就是拥抱双臂 见面在护青脸颊 表现得非常热络 那这个画面其实大家看好像 就是一个蛮正常的一个国际外交场合 可是在整个中通媒体圈 或者是说阿博世界里面 引发了非常大的震动 因为在过去12年的叙利亚内战里面 以沙烏地阿拉伯为首的阿拉伯世界 其实一直是支持叙利亚反抗军起义的 所以呢这次的两人和解 或者是说叙利亚重返阿拉伯联盟 这件事其实让大家非常的错愕或失望 因为大家觉得说 那你过去其实一直支持阿博之村 人民起义 或者是说支持叙利亚人推翻暴政 那结果在12年后的今天 突然就是一发夹弯 中间的一些战争最暴行 好像不曾发生过 那我们现在先回头来讨论好 叙利亚战争的始末 为什么阿萨特总统这个国际的角色 在整个区域政治里面是那么争议 那叙利亚其实在过去半个世纪 一直是属于家族式独裁 巴夏尔阿萨特他的爸爸 其实叙利亚前任总统 哈菲斯阿萨特 那在冷战时期 其实哈菲斯阿萨特 他是在阿拉伯世界里面一个 蛮有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 那也是一个透过军事政变 上台的军事强人 那哈菲斯阿萨特 他其实有四个小孩 其中三男一女 那巴夏尔是他的次子 照理来讲 就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传统 或者是说在阿萨特家族 以前的布局 其实巴夏尔他一直是 比较内敛然后沉稳 那甚至其实在公众曝光度比较少 过去一直被视为是说 不是家族政治里面的中心人物 因为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 叫做巴赛尔 跟巴夏尔比起来 巴赛尔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大哥型的人物 非常的热情 洋溢到领导风范 然后甚至在整个军队里面 也是以飘汉啊 很狂野的作风文明 可是在中东的研究啊 或者是我们在念 就是阿波现代历史的时候 其实常常会把 就是叙利亚阿萨特家族的故事 拿来跟一些影剧作品啊 或者是说经典的黑帮电影教父 来做一个比较 因为包括是说家族接班 或者是说他里面家族的故事 其实跟那部经典的黑手党电影 有非常多的类似情节 那甚至因为阿萨特家族 他的一系列的很戏剧化的转折 所以在后来好像其实在英国 也有被翻拍成连续剧 就是以阿萨特家族为蓝本 然后来翻拍成一个 中东的惊悚政治影集 名字就刚好叫做暴君 那我们刚刚讲了就是 巴夏他过去其实并不是 被视为说家族的政治接班人 因为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 所以他从小 他其实就是走专业路线 学习的是医科 然后在年轻的时候 其实就到英国去留学 然后成为一个职业的演课医生 那只是在1994年的时候 他的哥哥巴塞尔 再一次就是要出差访问的时候 通往大马士革机场的路上 飙车导致车祸 然后就死了 那死了之后家族为了接班 所以就紧急把巴夏尔召回国 除了就是强迫他 终止他的新衣生涯之外 然后还把他送到军校 要重新来磨练他 成为一个丁实的家族接班人 那2000年左右的时候 哈菲斯因为心脏病突发 然后就死了 所以年轻的巴夏尔 继承他成为就是 阿萨特家族的第二任统治者 从2000年开始 他就一直统治叙利亚到现在 居今大概23年 那一开始其实巴夏尔 在整个西方世界 或是国际舞台上 是一个非常年轻开明 甚至受过西方教育的一个 进步派的领袖 当时主打是有一点 介于专制跟民主之间的一个 开明专制的过渡期的强人 就是他一部分呢 是开放叙利亚经济社会 然后一部分呢 就是也积极跟欧美 特别是欧洲的法国 然后有一些区域性的政治合作 所以一开始大家都蛮期待 就认为说那在这样的 新一任的统治者身上 那叙利亚说不定会慢慢走向 开明专制 或者是说当时非常流行的 所谓的中国模式 就是政治上 它有一定的开放程度 但是经济上它会更自由 然后朝向就是资本主义经济 只是事情的变化 当然都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 巴夏尔是在2000年左右上台 可是在2001年 就爆发了911恐怖攻击 那2003年 英美联军入侵伊拉克 所以在短短的三年之间 其实整个中东 或者是阿拉伯斯的局势 有非常剧烈的转变 在2000年之前 可能世界慢慢走向了 就是后冷战时代的那种 非常希望 然后美好的未来 可是在2001年与2003年之后 中东成了全世界冲突的一个中心 以反恐为名的区域局势 其实让叙利亚遭受非常大的压力 甚至那个时候的小布希总统 也把叙利亚列为 所谓的邪恶轴型之一 除了在国际外交局势上面 受到压力之外 阿萨德他自己在叙利亚的一些经济改革 或者是说政治改革 其实遇到蛮大的阻碍 包括自己的家族 他自己的叔叔伯伯 或者是说整个民间对于开放脚步 觉得太慢的一些累积的不满 其实对他造成了蛮大的压力 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 到了2010年 当时就是在图尼西亚的一名菜犯 就是因为不甘心受到警察的羞辱 然后自焚 而引爆了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的火苗 在2010年的年底 推翻了图尼西亚的强人总统 然后接下来火又烧到了埃及 推翻了统治埃及超过30年的独裁者 穆巴拉克 那火焰呢 在2011年的3月烧进了叙利亚 一开始只是叙利亚人民 他们和平的上街示威 想要表达对于高物价 或者是政治长期的腐败的一些不满情绪 但叙利亚政府在看到了图尼西亚 以及埃及的状况之后 他们第一时间就出动了军队 所以与其他国家不太一样 就是叙利亚内战 基本上是跟公民起义 是几乎是同时爆发 那镇压初期 叙利亚人民 其实对于整个累积的愤怒 或者对政治的腐败 其实有非常大的不满的情绪 然后转变成武装冲突 所以阿扎德政府军最初 其实是遥遥欲坠 那包括北方几个大型城市 像是霍姆斯或者是阿勒普 他其实很快的就倒向了反对派阵营 那就连叙利亚政府军之内有非常多的便捷 那倒戈 然后加入当时的自由叙利亚军 也就是反抗军的起义部队 那只是在这种兵荒马乱 或者是说整个全面崩溃的乱举之中 阿扎德还是很快的统一了 他自己的手上的家族兵力 同时呢也争取到了伊朗 以及就是区域伙伴 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些支援 那之后 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丁 那也是印叙利亚总统之邀 因为在长期以来俄罗斯在叙利亚 有租借一个塔图斯军港 那这个军港其实是俄罗斯在地中海的 唯一一个军事出口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普丁对于阿扎德支持呢 不仅是政治上外交上 那同时他甚至还派出了 俄罗斯的军事顾问团 甚至俄国空军 直接进入到叙利亚 帮助阿扎德来镇压这场内战 俄罗斯内战的时期是 大概在2012年13年 开始进入最邪心的阶段 那其中让阿扎德 被国际舆论称为屠夫的一个事件 其实在2013年 发生在大马士革近郊的 古塔镇的化武空气事件 当时的状况是古塔镇 它有爆发了市民起义 所以它基本上是 政府军与反抗军的激烈巷战 那为了杀击警猴 或者是说我们不明的目的 叙利亚政府群在一夜之间 先包围了古塔镇 并在破小时分 向古塔镇内 发射了沙林毒气的火箭弹 那在沙林毒气火箭弹的 无差别破坏下 古塔镇短短几个小时内 估计就有大概 1500到1700名的拼命 包括妇孺老弱在内的死亡 那这起化武攻击事件 也是就是继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人类所遭遇死伤规模最大的 生化攻击 在当时的一个状况下 其实包括时任美国总统欧巴马 都一直警告叙利亚 不能使用化武 一旦使用化武 那就会跨越 美国对于使用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的红线 古塔镇的化武攻击 其实摆明了 就是跨越了欧巴马 所说的红线 但是当时由于整个国际局势 伊拉克战争即将进入尾声阶段 那伊拉克战争的起点 其实就是所谓那个 不存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所以当时的美国舆论 那或者是国际舆论 对于才刚要结束伊拉克战争 就要面临另一场 可能由西方介入的中东战争 这件事其实有非常大的疑虑 跟反对情绪 所以在整个国内压力 以及国际压力的报夹之下 最后美国并没有对 古塔镇的化武攻击 采取任何比较具体的军事报复 或者是军事介入的行动 那最后是在俄罗斯的协调之下 那由就是国际组织 反化武扩散组织 来解除古塔镇的 这个沙灵毒气的武装 那可是在古塔镇之后 就整个虚雅局势开始 很快速的导向政府军 包括就是几个大城市 政府军也采用非常残酷的 就是可杀围城 还用断粮 然后断水 那甚至是故意攻击医疗单位 以及平民设施住宅区的 残酷巷战的方式 收复了北方的阿勒婆 以及霍姆斯 那在之中 这些可杀战术 其实造成非常大量的平民死伤 但为了要杀气警同 以及瓦解就是反抗军的军民士气 那这种事情 或者是说这种 针对平民的杀戮行动 其实就是一直在内战中持续 再加上后来的ISIS崛起 以及叙利亚反抗军之内 本来就有严重的派系 包括要争取各国的金援 以及就是物资的分配 还有结构性的贪腐问题 那导致的不团结 那让整个反抗军的士气 就是土崩瓦解 那最后只能在土耳其的支持下 窩居在叙利亚西北部的 跟政府军的这种遥相对峙 那就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那在整个 叙利亚内战12年的过程之中 阿拉伯联盟 其实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 也是变化蛮大的 2011年战争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包括像是 沙特阿拉伯 卡达 科威特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那甚至说刚刚才推翻独裁者的埃及 其实对于叙利亚人民起义 都是非常的同情 那一部分当然是当时阿拉伯之村的整个社会气氛 对于叙利亚人民有相当大的一个声援或同情 那另外一部分也是在阿萨德家族常年统治之下 叙利亚其实是跟另一个中东的强权 伊朗关系是相对比较密切 特别是在2003年 就是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 那由于伊拉克国内局势混乱 那伊朗的影响力也趁势就是深入了伊拉克 那甚至与叙利亚 然后还有黎巴嫩这边来做一个更紧密的连结 伊朗的影响力扩张其实让阿拉伯半岛 特别是沙特阿拉伯感到非常大的威胁 不仅是就是伊斯兰教派之间的一个对立 包括是伊朗可能是以什叶派为主 那沙特是逊尼派的正宗 之外也包括就是两个区域型大国 在整个波安地区对于石油 或者是政治经济的一个主导圈 它不仅只是宗教意识 或教派意识的一个对立 它也是整个从冷战时期 一路延续到今天的国家利益的摩擦 那在这种区域对立的代理人战争的逻辑之下 其实沙特地一开始他给了 叙利亚反抗群大量的精援 那还有甚至是后来的武器 除此之外就是以沙特地为首的阿拉伯联盟 也在2011年的年底 也就是战争爆发大概半年之后 他们认为阿萨德政府已经失去了代表叙利亚人民的权利 因此阿拉伯联盟决定从2011年开始 停权叙利亚在阿拉伯联盟的成员国资格 换句话说呢 透过这个停权的手段 阿拉伯世界正式宣布要孤立叙利亚 阿萨德政府的存在 那除了停权阿萨德政府代表叙利亚的官方地位之外 就是阿拉伯联盟也曾一度讨论说 要让叙利亚的反抗政府 取代就是阿萨德成为叙利亚唯一的合法官方代表 但是随着整个内战的状况持续恶化 以及就是反对派之间的彼此分裂 到后来甚至是阿萨德政府军的反攻 过于快速而且剧烈变化的局势 让阿拉伯联盟没有办法反应 所以就是从2011年开始直到现在 也就是2023年的5月 阿拉伯联盟里面叙利亚的代表席次 一直是处于就是冻结或选缺的 只是整个状况大概在2018年开始出现了一些松动 2018年之后呢 整个叙利亚战局基本上已经接近了尾声阶段 它还没有结束 甚至说我们还没有看到它正式结束的一天 但是整个叙利亚超过八成的国土 基本上已经重新被阿萨德政府所掌控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反对派其实只能就是处于一个比较颓势的驱守 同时在ISIS的领袖 阿巴伯达底被美国击毙之后 就是区域各国对于叙利亚的反恐 或者是说对反埃斯三争的投入 也开始就是解除掉一个很重要的威胁 因此以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为首的海湾国家 就开始考虑说要不要跟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 恢复正常的关系 那除了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以区域的角度来看 认为说这场内战已经接近结束 为了要加速结束内战 与阿萨德政府的和谈 那看起来是必不可免 那除此之外 在另外几个国家包括区域周边的黎巴嫩以及约旦 也开始从2015年前后与叙利亚政府军开始有一些比较官方的接触 黎巴嫩跟约旦的顾虑就不太一样 因为在叙利亚内战之中 其实大概造成了1000万名难民 那其中600万人是流离到海外 那在600万叙利亚海外难民之中 大概有330万左右是在土耳其境内 那剩下的数十万人分别移居在黎巴嫩 约旦以及伊拉克 那在更少数才会再往比如说欧洲或者其他地方移动 这些难民虽然一开始得到了像黎巴嫩跟约旦的同情 但随着时间的持续 难民的问题其实让约旦以及黎巴嫩 本来就已经残弱经济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再加上这两国其实本国的民族组成 或者是说部落组成一直都比较敏感或复杂 所以就是突然涌入的可能数十万名外来的叙利亚难民 其实对于本地的政治也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压力 那为了排解掉这些负面压力 约旦黎巴嫩其实不断地在跟叙利亚政府在做交涉 那包括他们希望在边境成立一个可能更为模糊的一个缓冲区 那甚至在2018年之后几个国家也在开始在讨论 是不是要有限度地跟叙利亚交涉难民归乡的一些问题 在内战状态之下 就如果叙利亚内战持续不结束 或者叙利亚的冲突持续处于一个有威胁的状态 根据难民公约其实这些国家是不应该让叙利亚难民在这种不安全的时候回家 他们有权要保护他们的基本人身安全 可是如果叙利亚内战在国际上被承认说已经结束 或者说约旦跟黎巴嫩认为叙利亚内战已经结束 叙利亚已经回复到一个平稳的状态之下 各国其实就可以以此为杠杆 然后开始来讨论 就是包括大规模遣返叙利亚难民的可能性 那甚至说逐渐来删减国内对于叙利亚难民的一些资助补贴 那借此来鼓励他们来回到叙利亚去 可是这样的状况在整个COVID-19期间 其实没有得到太多的讨论 一部分是难民返乡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 而且它基本上讨论的是数百万人的返乡 那它有阶段性 那同时在叙利亚境内 它其实也并不一定欢迎这些难民 以阿萨德政府的角度来讲 这些难民之所以外逃 它可能就是潜在的反政府的叛论分子 那除此之外就是在整个叙利亚内战期间 叙利亚本来都是惨弱经济 它虽然有产石油但数量非常少 没有办法支持它的暂时的经济的运作 因此为了要维持12年漫长的战争 那并在遭到国际封锁的状况之下 让政府有收入 阿萨德政府其实采取了两个行动 第一个大规模的征收民间企业的资源 其中包括就是没收难民的财产 或者是难民的土地 透过土地改革与财产重新分配 把这些可能战时都根啊 或者是说战后的重建 再把它外包给伊朗 或者是黎巴嫩这些区域组织 然后从中再抽取POT的佣金等等 那另外一个手段就是透过犯罪网络 那也是这一次阿拉伯联盟 或者是说沙鲁地之所以 非常积极主动要 与阿萨德政府和解的一个原因 贩毒 从2011年内战开始之后 叙利亚之余就是中东地区跨着犯罪网络的能见度 就越来越高 特别是在针对一种特定的安非他命类毒品 叫做Captagon 它其实在过去几年内 是非常流行于中东 特别是沙鲁地等海湾国家的地下犯罪网 那包括说夜店 那或者是说一些非法派对等等 这种非法的兴奋剂造成非常多的犯罪问题 Captagon其实是希德的药厂 在1960年代发明的一种专利药 一开始是用于治疗过动症 ADHD或者是说嗜碎症 使用它之后 它其实会让你的精神亢奋 然后甚至说有一部分人会认为说 使用药物的时候 可以让你的精神转注 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在1980年代 欧美各国发现Captagon这种药物 它会有成瘾性 那所以1990年之后 这种专利药就已经不再流通于 世界各国的正规使用 那只是在2000年之后 Captagon的配方或者是制造设备 开始就是流入了东欧 甚至中东地区 转换它的成分比异 然后让它变成一种 安非他命类的兴奋剂 以叙利亚内战来讲 在过去其实并没有大规模的生产 以中东地区来讲 过去的毒品生产的一个重症 其实是黎巴嫩 它们大量的种植大麻 制成大麻砖的Hashish 然后出口到欧洲 可是化学合成的Captagon 这种安非他命类的药物 是在2011年之后 才由叙利亚政府 从中介入来大规模的生产 那在战争之前 其实叙利亚就是中东地区的一个 制药代工的一个重症 那战争之后 为了扩张自己的暂时收入 同时他们过去 比如说阿萨的弟弟 马希尔 以前就一直在黎巴嫩这边 搞的一些走私特取的贸易 所以在这种结合的状况之下 Captagon是以一种非常低廉 而且叙利亚其实也掌握了 大量的合成的化学原料 所以从2011年开始 他就是大规模的 有效生产来制造 根据联合国说法 就是Captagon 他其实生产成本非常低廉 兴奋药效或其实自饮性 并没有像其他更流行 与世界各地的其他毒品来得强 但是因为他便宜 而且便于大量生产与运送 所以在整个中东地区 非常受欢迎 以药丸形式的Captagon 他一片他生产的成本 大概是不到一美分 但是他销售到沙奥地阿拉伯 的终端市场来讲 一片毒品药丸 可以卖到20美元 利润中间这样一来一往 大概可以到200倍以上 除此之外 他后来还有阶级化 比如说在沙奥地 后来还浓缩 就是药效更强的 浓缩版的Captagon 他们叫他Lexus 那Lexus他在黑市的销售价格 就可以喊到32美金一片 所以整个暴力的利润 让叙利亚地下犯罪经济 其实变得非常的蓬勃 而且他这个并不只是 就是叙利亚转 他同时会透过 比如说黎巴嫩 然后透过珍珠党 然后出口 而且这个犯罪网络 并不仅只是在叙利亚境内的生产 他同时还涉及了跨国的黑帮 以及就是恐怖组织 那包括像是在整个内战期间 其实欧美非常关注的是 在ISIS的部队里面 其实就有传出说 使用Captagon 给就是基层的士兵 让他们能在战场上维持长时间的战斗 因为你吃了以后你不会累 那透过ISIS的宣传 Captagon也被欧美媒体称为 所谓的圣战麻药 或者是圣战毒品 借此来流传于 比如说利比亚 那甚至是非洲各国的一些 傭兵组织或者是军阀冲突 那只是Captagon 他在过去 他其实大部分都是在中东流行 那在欧美这边讨论比较少 一直到COVID-19这几年 包括像是在意大利亚 法国 许多反黑手党的茶器 就发现 就是叙利亚的安菲他命类毒品 已经慢慢渗入到了 南欧的各大港口 它的中端市场不一定是欧洲 因为欧洲流行的毒品 通常是毒性更高 然后或者是说价格更贵的 比如说骨客检 或者是其他的一级毒品类 但是在比如说非洲 或者是冲突地区 Captagon 他一方面是毒品 让大家作为兴奋的迷幻药 那另外一方面 他也会变成就是军阀冲突里面 给军队的兴奋剂 那甚至说在基层的劳动 在里巴嫩境内也发现 有非常多的比如说计程车司机 然后保全 然后或者是说警察 他们需要长时间的劳动 作为就是过劳状态之下的一个提神剂 所以他的整个流行 他其实骗及了整个中东非洲 就是甚至已经开始慢慢扩散到欧洲的地区 那所以在过去几年里面 根据联合国的估计 Captagon的贩毒网络 预计每年可以给叙利亚政府 带来570亿美元 大概新台币 一兆7000多亿的净利润 叙利亚贩毒网络的崛起油 给阿萨尔政府带来大量的利润 但是也刚好碰到沙奥地这几年在做国内的观光转型 以及社会开放 所以一进一出一开一放 整个贩毒的问题给沙奥地带来非常大压力 以整个国际查气来讲 全世界大概有80%到90%的Captagon的查货量 都是通报于沙奥地阿拉伯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沙奥地阿拉伯是全世界消费Captagon 这种毒品最大的一个国家 除了使用Captagon这件事情 其实对沙奥地的国民带来非常大的 身心健康的威胁 刺激沙奥地国内可能一些犯罪帮派的一些兴起之外 Captagon的流行也成为就是其他毒品 入门或者是侵入沙奥地的一个敲门砖 因此在这一次阿拉伯联盟的和解里面 其中一个对外的口号或者是宣传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沙奥地与约旦等国 要透过就是重新与阿萨德政府的一个互动 希望来促成跨国的反毒网络 然后借此希望来取缔Captagon 继续在中东地区的一个蔓延 但是这个做法其实在整个民间 或者是说国际舆论里面 其实都觉得你这个是勤鬼拿药单 大家都知道就是Captagon的销售或贩毒网络 它的轴心其实是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 这个是他们在维持战时经济 或者是说整个对于战争的控制 一个非常重要的裁员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要跟他谈就是反毒合作 或者是要取缔Captagon的贩毒网络 其实你中间并没有一个约束力 你完全没有办法对阿萨德政府有一些约束 所以就算阿萨德政府高调的重返阿拉伯联盟 然后得到非常热烈欢迎的外交款贷 但是就贩毒或者是弃毒而言 它其实并没有一个有效的出口来 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但在毒品的考量之外 其实国际的政治专家 或者是舆论其实在讨论另外一件事 是沙奥地在对于叙利亚问题的转向 是否在暗示 整个中东局势已经进入了后美国时代 那从2021年8月 就是美国撤出阿富汗之后 整个美国对于反恐战争的投入 基本上已经是正式告一段落 以拜登政府而言 就是美国接下来的战略中心 基本上都转移到东方要围堵中国 所以长期以来 对于中东区的政治外交军事投资 其实它整个专注度或重心 其实大幅的下减 特别是在就是2022年 还爆发了俄国入侵乌克兰战争 因此华府对于中东地区的一些 政治担保或者是说战略资源 其实没有像过去一样 那么亲密强烈 那再加上就是目前的 沙奥地的十四级统计者 太子穆罕默德王子 其实跟拜登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非常的友好 那之间牵扯到 我们之前都有讲过的 就是沙奥地的一一记者 哈绍吉在伊斯坦堡大使馆 被分尸的事件等等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 沙奥地在过去两年 他其实外交或军事的态度 对外的立场 其实是蛮强硬而积极的 一扫过去 好像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心态 那除了像是在今年年初 那透过中国的中介 沙奥地跟伊朗宣布外交破冰 恢复了两国就是冻结许久 然后中断的外交关系 那透过这个 跟伊朗的这个外交和解 沙奥地开始的主导 就整个对于中东战略的 形塑的主导权 比如说今年阿拉伯联盟峰会 就是在沙奥地举行 因此他邀请阿萨德 重返阿拉伯联盟 这种非常争议 但强势的手段来证明 沙奥地在整个阿拉伯世界 是一呼百诺 尽管邀请阿萨德回来这件事情 并不一定是大家同意 但在峰会的期间 也没有任何国家敢于正面挑战 沙奥地阿拉伯的意志 那除此之外 沙奥地阿拉伯也希望就是透过跟 阿萨德和解 反毒气毒是一回事 他们也希望就是加强 沙奥地在叙利亚的战后重建投资 我们刚刚都有提到 在战争期间 其实伊朗对于叙利亚的支持非常大 包括派出志愿军 那或者是参与战争的占领 以及就是暂时精细的一些 犯罪网络等等 可是在沙奥地与伊朗外交修兵的这一段 可能预期不会很久的这个缓冲期 那以及就是 叙利亚内战即将落幕的这个尾声阶段 沙奥地也希望就是在整个 叙利亚战后局势 可以取得一席的发生之地 那包括就是说投资重建 然后或者是说让沙奥地的石油资源 然后可以注入新的阿萨德统治时期 借此来综合伊朗 长期在叙利亚的影响地位 形作一个由MBS 沙奥地太子所想象的新的中东的主导权 那在整个交涉过程之中 沙奥地其实并没有跟美国 这边达到一个很好的协调 所以就是美国国务院 其实对于阿萨德重返阿拉伯联盟 这件事情其实是抱持反对态度 但是由于现在整个国际局势的关系 虽然在叙利亚北方 美国还有可能数百名的驻军 监控反恐的一个进度任务 包括五角大厦军方 或者是说拜登总统等人 就是反对阿萨德重返阿拉伯联盟 但是美国也并没有太多的一个 具体的动作或反应 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么多 其实都牵扯到的是 阿拉伯世界的高层政治 或者是所谓的大战略的格局 可是对于因为这场12年的战争 而失去家园的1000多万叙利亚人来讲 就是阿萨德高调重返 阿拉伯联盟 高调被阿拉伯世界重新欢迎 这件事情其实有非常复杂的情绪 一部分人会认为说 当MBS王子跟阿萨德互相拥抱 然后亲吻连家的时候 那其实就象征了 阿萨德亚内战的即将结束 无论如何战争即将结束 一部分人认为会说 那和平的时代终算要来临 尽管它可能象征的是压迫 贪腐或者是独裁 但至少就是这些流落他方的人 还是有机会可以反向 但更多的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原谅 或者是没有办法来想象说 那接下来还有阿萨德在的 叙利亚的日子 比如说他们的故土 其实已经完全被摧毁了 那甚至说在整个难民返乡的过程之中 其实目前 叙利亚政府并没有给国际任何的担保 以黎巴嫩为例 在过去几年间 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在遣返叙利亚难民 返回叙利亚 可是有许多难民在回去的时候 是受到了阿萨德派出秘密警察的审问 那甚至就此消失 所以难民返乡 跟返乡之后的一些人身安全 那会不会受到打压压迫 那其实中间是没有任何的保证的 那与此同时 这个12年的战争 其实也让叙利亚境内 大概至少是有58万人 因为这场战争而死亡 那根据就是联合国 以及其他NGO的估计 其中有90%的死亡人数 他其实肇事的责任 都在政府军的军事行动上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还有13万5千人以上的叙利亚政治犯 或者是异议分子 或者是说平民 他们是被关进黑牢的 国内的一些族群清洗 或者是一些社群改造 其实也还在继续 他的人权迫害状况 其实比其他地区都来得还要严重 并不会比较乐观 因此当阿萨德以胜利者之姿 重返国际政治的舞台时 世人也要考虑一下 这场暴君外交 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 尽管世界烂透了 我是报道者的国际新闻主编 正宏 那如果大家对于本期的内容 有什么想法 或建议我们的方向 欢迎透过社群私讯 或者是Apple Podcast的 五星留言功能来告诉我们 如果想阅读更多新闻内容 想知道更多的故事 也欢迎点进 报道者网站的 Hello World国际周报 那获得我们还有 其他深度的专题与评论报道 最后 报道者是一个不说广告 没有付费墙的非盈利媒体 如果你认可我们的 独立报道 新闻记录的故事 那也欢迎大家 透过定期定额 或单笔捐款的方式 持续支持我们的工作 那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见 拜拜